ERCP取胆总管结石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军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ERCP它是我们肝胆外科 它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项技术 刚开始它发展起来的话 是作为一个诊断性的一个措施 可以诊断一下胆道的梗阻的情况 胆道发生梗阻的部位 也可以预测一些胆道的疾病的一些病因 后来因为它有一些加入了一些治疗 就是胆中管结石 这个疾病是ERCP手术的一个 也是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现在胆中管结石它的治疗 我们可以选用传统的开刀手术 直接做一个胆中管的切开引流 也可以现在发展起来微创手术 比如说腹腔镜下的一个胆囊切除 胆中管探查 这个也可以解决它胆中管结石的问题 当然了还有一项就是这个ERCP 就是一个逆行的以胆道造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通过一个镜子 经过鼻子进入到我们的逆行的 进入我们的胆道内 把这个结石取出来 到了胆道以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造影 显示这个肿瘤的多少 肿瘤的大小 肿瘤的部位 然后再通过这个镜子进去一个网栏 把它套出来 把这个结石可以套出来 当然对于一些大的结石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十二指尝乳头的切开 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把石头取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微创 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 住院时间比较短的一项 比较有用的一个治疗胆固而结石的一个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